防範武漢肺炎的疫情 大家都知道 要戴口罩來保護自己 但是口罩怎麼脫 也很重要 我們來看看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來看到 口罩為我們遮擋病菌髒污 因此脫口罩的時候 要避免碰到口罩的表面 否則手又去拿食物 挖鼻孔 揉眼睛 那麼病毒就有機會 入侵你的身體 而脫口罩的時候 可別隨手揉一揉就丟掉 而是要手拿著掛在耳朵的細繩 拿下來丟 要注意 如果是生病咳嗽的人 口罩的內側 會沾染自己的病菌 比較髒 口罩可以往內折 放到夾鏈袋密封丟棄 而相反的 如果是身體健康的人 口罩外面怕沾上病菌 比較髒 就要反折再丟 而記得丟完要馬上去洗手 另外網路上面有流傳 要把口罩剪碎再丟 其實這是錯誤的做法喔 平常口罩脫下來不能夠隨便放 因為口罩上面的病菌 會隨著桌面接觸而轉移 尤其是家中有小孩的話 會去摸到口罩或桌面 不過吃東西的時候把口罩拉下來很麻煩 不過放在桌上又怕弄髒 有什麼好方法嗎 我們可以先墊一張衛生紙 放上口罩 再用另外一張衛生紙蓋住 以防弄髒 等吃完東西 口罩就可以再拿起來用 另外提醒你們 注意戴口罩的對象與時機 像是出入醫院的人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 以及免疫比較差的人 就要戴口罩 而近距離密閉空間 長時間接觸人群的時候 則是可以考慮要佩戴口罩 至於身體健康的朋友 平常是不用戴口罩的喔 記得要勤洗手 多運動 注意飲食衛生 來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